头一次坐飞机回家团年 可刚上飞机 就发现自己的座位被熊孩子霸占了 刚准备发火 空姐就走了过来 但空姐并没有将熊孩子赶走 反而直接将尼克带到了头等舱 而此时身为总裁的艾拉 也正在被秃顶男人骚扰 于是他一把将尼克拉到自己旁边 秃顶男人这才就此作罢 一路上 艾拉一直埋头工作 而尼克却调皮地在升降座椅上玩得不亦乐乎 并试图引起艾拉的注意 可这位霸道总裁做梦都不会想到 眼前的男孩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就在这时 飞机突然遭遇了一阵强烈的气流 机身开始剧烈晃动 所有的乘客瞬间陷入慌乱之中 就连空姐也不例外 随着机身的晃动越来越严重 飞机也陷入了一片漆黑 艾拉下意识地抓住了尼克的手 尼克虽然没有推开 但他却显得格外紧张 紧张地说不出一句话 紧张地不敢呼吸 这是一部足以让年过四十的人 看了都想恋爱的电影 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观看 依旧不过时 最终飞机还是安全抵达了目的地 看着艾拉收拾行李即将离去 尼克也终于问起了对方的名字 注视着女神离去的背影 尼克心里充满了失落 她是如此优秀和强大 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就在这时 她无意中看到了艾拉一落在地上的U盘 她立刻解开了安全带追了出去 然而艾拉已经坐上闺蜜的汽车 潇洒了一去 第二天 艾拉以自信的步伐走进公司 她的气场让所有人都不得不对她 投以敬佩地微笑 但背后却会对她冷嘲热讽 称她是不懂风情的老女 而艾拉并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 她只专注于做好自己的工作 并成为杂志社的下一任主编 可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老板竟把主编的位置给了桥纳 艾拉对老板的决定感到震惊和困惑 明明自己才是最有能力胜任这个职务的人 可接下来老板的话 却让艾拉心情失灵 老板表示 乔纳虽然在工作能力上不如艾拉 但她却有着开朗的性格 在公司也跟所有同事都搞好了关系 而且思维活跃 有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创新 相对于艾拉 整日都是一副沉闷的样子 根本就没有乔纳那样的活力和朝气 面对老板对自己的评价 艾拉并没有与她争辩 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并决定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可当艾拉打开电脑准备查看资料时 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U盘不见了 正在这万般焦急之时 她不经意看到了电脑屏幕上有张纸条 说有个男人今天来给她送东西 但当时她正忙 随后艾拉匆忙拨通了纸条上留的号码 可尼克此时正和同学在酒吧狂欢 她兴奋地告诉了艾拉酒吧地址 艾拉没有丝毫犹豫 便朝着酒吧赶去 这是她首次踏足如此嘈杂的场所 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尽快拿到U盘回去加班 但现在U盘不在尼克身上 艾拉只能陪尼克回家去拿 可当艾拉走出酒吧的那一刻 她惊呆了 一辆残疚的粉色小电驴呈现在她眼前 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尼克 做如此怪异的交通工具回家 不过 在看到尼克认真的眼神后 她还是默默地接受了这种方式 见艾拉带头盔笨手笨脚的 尼克急忙上前提供帮助 而这一瞬间又巧妙地 让人分明是在拥吻 这简直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明明他们只有过一面之缘 但艾拉似乎对这位男生 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信任感 她乖乖地跟尼克回了家 成功取回忧盘后 艾拉没有多做停息 直接扭头就走 然而尼克显然还有话要说 我告诉你 可能我们可以喝一咖啡一晚 不必须一晚 为什么这一晚 可能会是一晚 不可能会是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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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认识是一晚 女神的拒绝就宛如风刺一般 狠狠地扎入了少年 敏感又脆弱的心灵 可少年做梦都不会想到 女神很快就会对她 进行主动追求 这天艾拉依旧以她 富有自信的姿态踏入公司 但同事们却在一边低声一轮 甚至眼神中 还流露出一种莫名的异样 这让艾拉感到一片茫然 接着 她的闺蜜给她递来一张照片 上面的内容 让艾拉惊呆了 随即她立刻找到老板 试图解释自己 并未涉及任何影响公司的事物 可老板接下来的话语 再次让艾拉心情失宁 艾拉呆呆地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平静 曾经渣男的出轨 让她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离婚后的她 摇身一变 成了38岁的单亲妈妈 现在她的生活里 就只有女儿和工作 所以也从未想过 自己的感情问题 她向自己的好友求助 好友劝她 尽快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这样不仅能找到一个伴侣 还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 甚至在工作上 也能实现快速晋升 回到家后 她将音响开到最大 再次品尝已经很久未占的红酒 听着动人的音乐 打开尘封许久的衣柜 这一刻 艾拉的内心 已经酝酿着一个疯狂的决定 她放下了亡人女强人的姿态 穿上了一身极具魅力的服装 她主动去了尼克的学校 当她出现的那一刻 瞬间让这群处于青春期的男孩们 躁动了起来 尼克从来没想过 艾拉会主动来学校找她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让尼克再次感到紧张 同时艾拉美丽的容貌 也已经永远刻在了她的心里 他们一起参观了学校 分别时 艾拉突然邀请尼克一起吃晚饭 而尼克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晚上的约会中 尼克发现餐厅门口 使用了最新的投影技术 这瞬间激发了她的好奇心 她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 而这一次 艾拉也选择陪她一起胡闹 这一切都被同事看在眼里 他们对于艾拉的变化 感到十分惊讶 紧接着 两人共同来到天台 微风轻轻拂过 尼克也意外地分享了 许多与设计相关的心思 艾拉情不自禁地露出迷人的笑容 她的眼里也闪烁着一丝欣赏的光芒 从那以后 两人的接触变得频繁起来 艾拉也习惯了那辆破旧的小粉车 在一个雨似飘飘的夜晚 艾拉突然收到姐姐的电话 为了给艾拉一些私人空间 尼克特意回避 可她依旧没能忘记为她遮风挡雨 可是 尼克并不知道 电话那头 艾拉的姐姐正为她安排一场相亲 她告诉艾拉 这是专门为她挑选的相亲对象 不仅事业有成 更重要的是 她并不在乎艾拉有个女儿 她急切地催促艾拉快点回去 迫于无奈 艾拉只能对尼克撒谎 说她的女儿生病了 她必须马上赶回家 尼克文言 立刻冲到马路正中间 拦下了辆出租车 此时尼克的神情不再是少年的懵懂 更像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艾拉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回到家后 艾拉迅速投入了相亲的节奏 对方风趣而富有 的确是个理想的婚姻伴侣 然而 艾拉的内心 却始终萦绕着尼克的身影 她的神情显得恍惚而不定 让这场相亲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但艾拉并不在意 她与尼克的感情逐渐升温 二人携手前往了时装秀现场 这里汇聚了时尚界的众多大佬 艾拉一再提醒她不要乱动 然而 当她目睹一位模特摔倒 而无人伸出援手时 内心的善良促使她毫不犹豫地冲上舞台 模特没受伤尴尬地离开了 只剩尼克无所适从地站在舞台上 幸运的是 大佬们并没有责备尼克 反而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出结束后 尼克把艾拉送回了家 漆黑的夜晚让他们的情感升温 或许是未完尽兴 又或许是不想就此分别 于是他们决定再去舞会痛快地玩上一场 尽管两人都没喝酒 但是他们的感觉却很微妙 近距离的舞动 也渐渐是彼此沉醉其中 随后 尼克再次将艾拉送回了家 尼克鼓起勇气 想要牵起艾拉的手 但艾拉却慌乱地躲开了 因为心中的各种不确定 依旧萦绕 最大的问题 便是相差二十岁的年龄 尼克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说了声晚安 可看着艾拉离去的背影 心头又涌上了一阵失落 他想要再时一次 便鼓起了勇气 按响了门铃 尼克得知女儿不在家 就果断地吻了上去 艾拉也没有抵抗 也许他也期盼这一刻的到来 就这样 他们终于确认了关系 次日清晨 艾拉催促尼克尽快离去 因为他的姐姐和女儿即将回家 他不愿让他们看到这种画面 尼克匆忙穿好衣服 准备告别 可到了门口时 艾拉突然跟了过来 送上了甜甜的吻 尼克瞬间陶醉在这甜蜜之中 可当艾拉准备出门上班时 却发现大树上挂着一幅标记 地上还画着箭头 顺着箭头一步步走去 他惊讶地发现椅子下有个录音机 戴上耳机 尼克的声音随即响起 他邀请艾拉约会 艾拉兴奋地骑上他独特的小电驴 两人共同穿梭于街头巷尾 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艾拉也再次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这也让他在工作中更有灵感和创意 他的巨大转变也引得同事们为他喝彩 也肯定他会变得更加优秀 可生活往往充满了曲折 现实也往往会给人带来戏剧性的转变 在两人的一次约会中 尼克突然向艾拉表白 艾拉健壮内心充满了喜悦 专心聆听尼克的每一句话 然而女儿突然打来的电话 却将两人拉回了现实 你会比较 你会比较高兴的女孩 我会比较高兴 你确定吗 你会比较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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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尼克被说得哑口无言 她从未思考过这些现实问题 也无法给艾拉一个确切的答复 最后艾拉只能无奈地离去 或许永不相见 才是最为理想的结局 自从与艾拉分开后 尼克彻底陷入了颓废的境地 她每天都宅在家里 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仿佛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 艾拉这边也不例外 她的工作陷入了瓶颈 这天 大客户到公司挑选照片样式 却始终都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照片 偶然间 老板注意到了艾拉电脑壁纸上的尼克 立即决定让艾拉请尼克来拍摄这次广告 虽然艾拉试图拒绝 但自己的老板却直接答应了下来 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警告艾拉 如果她无法将人带来拍照 那么她将面临离职的命运 艾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别无选择 只能再次找到尼克请求她的帮助 久别重逢 两人却无法重拾过去的倾诉 有的只是彼此的尴尬和疏远 尼克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答应了这次的拍摄 她希望借此机会重新赢回艾拉的心 却不料在和艾拉的朋友聊天时 无意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之前艾拉与她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工作上的生殖 尼克的心瞬间跌落谷底 但为了维护艾拉的最后尊严 她没有直接质问她 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狠狠地吻了她一口 或许是为了宣泄心里的不满 又或许是为了当众整骨艾拉 可在接下来的拍摄中 摄影师的无理取闹 让她彻底爆发了 她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笑话 她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羞辱 她决定放弃这次的合作 艾拉见情况不对 也急忙跟了上来 她请求尼克先完成这次拍摄 可直至现在 她都仍想着自己的工作 尼克再也忍不住了 可当她一转头 才发现艾拉的老板在一旁 冷眼旁观 尼克一瞬间有些失神 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因为此刻 她依旧下意识为艾拉着想 看着最终失望离去的尼克 艾拉心中涌起一针愧疚和自责 之后艾拉还是因为这次事件 丢掉了工作 也失去了自我 但只有在这样的低谷下 她才可以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眼看着别人骑着粉色小电驴 她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一辆 门口的树上 还挂着那块旧的指示牌 但如今却失去了箭头 失去了方向 随后艾拉默默地拿出录音机 在听到尼克声音的那一瞬 她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这一刻她明白了 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 那个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男孩 她不想再让现实的束缚 不压抑自己的感情 And make a safe plan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facts over tracks I got facts over facts over tracks I got facts over facts Spitting slow, speaking fast I can roast, I can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of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神爱的人 爱情有时就是这样无法预料 让我们在纷乱的人海中 遇见了那个最合适的她 只要内心的爱依然火热 我们就应该坚定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